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辉大公司近日亮眼的业绩,重新点燃市场对人工智慧晶片的热情。 全球晶片制造巨头台积电预测,不包括记忆体晶片的全球半导体行业,年收入增长将达到10%。 台积电高级副总裁Cliff Hall在一次活动中表示,这是人工智慧的新机遇和黄金时代。 该公司预计,由于人工智慧晶片的需求激增,公司第二季度销售额可能增长30%。 辉大公布第一采集业绩报告,营收、利润以及QR指引全面超越市场预期。 其中,第二采集的营收预期为280亿美元左右,分析师此前预期为268亿美元,这意味着公司第二采集同比增速可达到172%。 在此背景之下,5月底,亚洲晶片相关股票和指数纷纷升至三年来的最高水平。 亚太半导体指数一度上涨1.7%,达到2021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台积电作为辉达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其股价一度刷新历史新高至877新台币,授予875新台币,涨1.27%。 其他科技公司中,鸿海精密股价上涨2.37%,联发科股价上涨1.69%。 韩国市场上,晶片股乘着辉达亮眼业绩和韩国政府对晶片业新推出的190亿美元补贴东风也迎来上涨。 全球领先,记忆体供应商SK海力士股价一度创下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收涨1.16%。 三星电子则因为想要向辉达供应高频宽、记忆体晶片,股价上涨0.9%。 在日本,对辉达大量投资的半导体测试设备制造商Adventus股价上涨5.36%。 科技集团软银集团股价则上涨于4%。 其晶片设计,此公司ARM的每股盘前则上涨了3.87%,其与辉达有直接业务往来。 行业分析师Charles Sean指出,辉达的业绩指引和各大公司不断增加的资本支出表明,至少到2025年,市场对人工智慧晶片的需求将持续强劲。 他还认为,作为辉达部分关键晶片的独家代工生产商,台积电有望在今年实现20%的销售增长,打破智慧型手机和个人电脑半导体的缓慢复苏态势。 此外,Sean也表示,若辉达的GPU持续供不应求,给其提供HBM高阶晶片的SK海力士的销售,也将在明年保持积极增长势头。 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WSTS也预测,2024年,全球半导体市场将增长13.1%。 随着生成式,AI热潮对GPU的需求激增,对高频宽记忆体HBM的需求也激增。 高频宽记忆体HBM晶片于2013年首次推出,其中的DRAM晶片透过垂直堆叠来节省空间,并降低功耗,有助于处理复杂的人工智慧应用所产生的大量数据。 目前,挥达拿下了全球AIGPU市场超过80%的市占率,所以能打入挥达的HBM供应链就成为供应商未来成长的关键。 据路透社引述市场人士日前的说法称,三星最新的HBM晶片由于散热和功耗问题,导致其尚未通过GPU大厂挥达NVIDIA的测试认证。 对此,三星在给路透社的声明中表示,HBM是一款客制化记忆体产品,需要根据客户需求进行优化流程。 现阶段,公司正在通过与客户的密切合作来优化其产品。 市场人士表示,自2023年以来,三星一直在努力通过挥达对HBM3和HBM3E等产品的认证。 不过,最近挥达对三星8层和12层堆叠的HBM3E晶片的认证失败结果已经于4月之际公布。 对此,市场人士指出,尚不清楚这些问题是否可以轻易解决。 然而,未能通过挥达的要求增加了业界和投资者的担忧, 使得三星可能会进一步落后于竞争对手SK海力士和美光科技。 目前,SK海力士和美光的HBM产能已经被预定一空,即便是2025年的产能也已经被预定。 在此背景之下,据韩国媒体Business Korea报道称, 针对三星高频宽、记忆体HBM未通过挥达认证是一位功耗及散热问题的消息, 三星予以了否认。 对此,三星发表声明表示,他们正与全球各合作伙伴顺利测试HBM供应, 努力提高所有产品品质和可靠性,也严格测试HBM产品的质量和效能, 以便为客户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据了解,三星近期开始量产第五代HBM产品, 即24G容量8Hai和36G容量12Hai的HBM3E设备。 外媒Tom S. Hardware认为, 三星虽然声称最新HBM产品可与多种处理器正常工作, 但没明确说明能否与挥达相关处理器配合正常工作, 以及此前未能通过挥达某方面认证的原因是什么。 目前,汇达有多种GPU采用HBM3E记忆体, 包括H200及B200、B100和GB200, 虽然都需要HBM3E记忆体堆叠, 但对功耗和散热要求不同。 因此,Tom S. Hardware猜测, 三星HBM3E记忆体可满足汇达H200、B200及AMD即将推出的 Instinct MI350X的要求, 但可能无法满足NVIDIA GB200要求。 针对近期三星在高频宽记忆体HBM市场, 因为无法通过GPU大厂挥达的认证, 无法挤进供应链行列, 导致在市场上落后竞争对手SK海力士, 也使得日前负责三星半导体部门业务的负责人受到更换。 虽然,三星方面否认HBM产品因散热及功耗问题而暂未通过挥达的验证, 并强调, 产品当前正在与合作伙伴紧锣密鼓的发展中, 但是根据市场消息指出, 在这件事情上三星的确吃了一次闷亏, 所以希望用各种方式能进一步恢复。 市场消息透露, 三星在HBM上的发展历史很早, 过去与挥达曾经合作发展HBM、HBM2等产品。 然而,当时这部分产品并没有什么人采购, 导致销量不好, 以至于三星、HBM相关团队最后来到SK海力士, 继续进行HBM产品的发展。 没想到的是, 因为生成是AI近两年开始爆红, 对于HBM产品的需求骤增, 这也使得SK海力士在该团队的帮助下, 一举成为市场的领先者, 超越了三星。 所以,三星方面只能说时运不济, 努力了多年, 却在市场最发达的时候将成绩让给了竞争对手。 因此,吃了这个梦亏, 三星只能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产品进展, 包括更换半导体部门业务负责人, 希望能重新回到HBM市场领先的行列。 事实上, 目前市场上也的确需要三星的支持。 根据日前, IC设计大厂汇荣总经理狗家章的说法指出, 三星仍是当前记忆体产能最大的公司, 汇达在面对AI晶片供不应求的情况下, 自然能有更多的供应商加入, 以满足市场需求。 因此, 三星未来要供应汇达HBM产品虽然是早晚的事情, 但难以推出符合业界平均水平的产品仍然充满变数。 尤其是在罗际晶片已经大输台积电的背景之下, 记忆体晶片也开始落后, SK海力士与美光公司等竞争对手。 现在看来, 三星电子的先进半导体前途实在堪忧。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一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